聪明人都爱反着想 有时正向思考未必能将我们带到想去的地方 而逆向思考却可以 比如 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得到幸福 就要先研究人生怎样才会变得痛苦 要研究企业如何做强做大 就要先研究企业是如何衰败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逆向思考相关知识 视频分三个部分来介绍逆向思考 第一 逆向思考的含义 第二 逆向思考的常用模型 第三 逆向思考的常见角度 那什么是逆向思考呢 逆向思考也叫做求义思维 是打破正常的思维习惯 从事物的反面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通过逆向思考 可以让我们思考的更全面 更透彻 同时更富创造力 这里给大家介绍五个可以拿来就用的正向 逆向思考模型 它们分别是成功失败模型 变化不变模型 加法减法模型 幸福痛苦模型 组合反向模型 第一成功失败模型 有过滤器 十秒内能对百分之九十的是说不 有人说 要是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就好了 我将永远不去那个地方 这句简单的话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基本之是 要想得到某个结果 就得先研究一下 如何避免某个结果的反面 聚焦于成功的因素是正向思维 而逆向思维聚焦于失败的原因 成功 失败模型可以让我们在看到成功原因的同时 关注到究竟什么会导致失败 关注又该如何提高成功的概率 查理 芒格总结了25种导致判断失误的原因 来提高判断准确性 吴小波写了大败局和大败局2 总结了一些企业失败的原因 让我们了解哪些是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 并设法规避这些风险 这些都是成功 失败模型的逆向思考应用 另外 在对行动方案做出初步决策后和采取行动前 使用事前验尸法 来提前思考失败的可能与原因 并根据这些可能失败的原因调整行动方案 其余孙子兵法中的 先思考失败 然后再思考成功的策略一样 都是典型的逆向思考 同时 创业者也经常使用部位清单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会给自己设定一些应该如何做事的原则 这些原则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而部位清单则恰好相反 它也是一些原则 只不过这些原则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 成功 失败模型能在关键时刻充当我们的过滤器 将那些不正确 肯定错误或行不通的选项全部摔除 从而将我们推上正确的道路 正是通过对错误和失败的思考 为成功打下了监视基础 第二 变化不变模型 关注事物底层逻辑 刷新人生成长高度 正向思维关注变化 思考的是如何才能跟上变化的脚步 逆向思维聚焦于不变 关注究竟什么才是隐藏在诸多变化后不变的东西 即事物的本质或者底层逻辑 我们可以从宏观 中观 微观三个层面来举例说明这个变化 不变模型 宏观层面 有一些确定的周期性变化 比如四季交替 昼夜更替以及经济的周期变化的 也有确定的非洲气性的线性变化 比如年龄的增长 科技进步等 中观层面 人性是不变的 如贪婪 嫉妒 执着 恐惧等 简单的说 就是贪 称 吃 当你理解了人性中亘古不变的东西 如人性的优点与弱点 痛点和爽点 你就会知道自己可以做怎样的产品 提供怎样的服务 以及如何定位 推广等 微观层面 无论一个人多么特立独行 需要被爱这一点是不变的 谈个人成长 可牵移能力是不变的 如底层的思考能力 包括本质思考力 身为思考力 结构化思考力 系统思考力 批判性思维 逆向思考力 人认知能力等 一个人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可牵移能力 尤其是提升底层的可牵移能力 思考力才能真正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第三 加法 减法模型 在极致的人生算法都得包含减法战略 当一直在给人生做加法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忽略最关键的东西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加法 减法模型管理我们的目标 生活和人生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加法是一种选择的同时 减法战略也具有巨大的力量 可以用减法战略实现增长与改变 一 用减法做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更有效率的本质是减少管理的事情数量 增加有效决策判断的数量 核心是转换思维 培养做判断的能力 而不是勤勉做事的能力 当我们对要做的事情开始做减法 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会浮出水面 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事物的优先级 才能找到真正重要的20%的关键事情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要想取得最好的效果 就要尽量缩小目标 不断在目标管理中进行权衡和筛选 使用目标倒推法来找到那件最重要的事 成功人士的所有行为和精力都紧紧围绕着目标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 就是凭借对非必需的事情做减法 而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 二 用减法做商业战略 减法战略的本质就是让公司聚焦于竞争力最强的产品上 垂直深浅下去 把客户价值做透 以聚焦为目的的减法战略 比加法更有可能让我们实现目标 三 用减法做生活和人生管理 对我们关注的欲望做减法 同时对我们的内心做到断舍离 断舍离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内心 从而实现由内而外的改变 另外 给生活做减法 并不意味着能将人生中所有的一切 相反 我们要通过做减法这个过程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 重新建立与内在自我的深度沟通 重新梳理人生与事业的优先级 从而达到人生的最佳状态 第四 幸福 痛苦模型 规避痛苦就能获得幸福 同样是想获得幸福 正向思维关注的是如何获得幸福 逆向思维则聚焦于如何规避痛苦 幸福 痛苦模型就是让我们在想办法获取幸福的同时 关注痛苦对人生的影响 关注如何用规避痛苦的方法来获得幸福 人生的智慧不是追求快乐 而是规避痛苦 你不该对任何事情抱有巨大期待 你也不要热烈地追求尘世中的一切 不要强烈地抱怨你的计划落空或事业的功败垂成 只有这样 痛苦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规避 对痛苦的规避就意味着人生的幸福 第五 组合 反向模型 简行逆向战略 才能从鸿海市场中脱颖而出 创意就是旧元素的新组合 这是正向思维的创新方法 聚焦于旧元素 新组合 而逆向思维则关注反向创新 它启发我们思考这件事的反面是什么 如果朝着相反的方向 这个问题能否被解决 组合 反向思维模型是获取创新与创意的思维模型 主要运用发明创造领域 以及商业创新领域 在发明创造领域 我们可以利用电能产生磁场 也就可以利用磁场产生电 当某个商业模式被大家非常认可的时候 可以尝试逆向战略 就是坚持不提供业内其他公司认为 必须提供的服务 在这个产品和服务都严重通质化的时代 逆向战略 有可能是企业杀出重围的一个重要手段 宜家从不强调自己家具的难用性 更不安排销售人员安全码后的给你推荐 甚至连送货上门的服务都不提供 最过分的是 用户在把家具运回家后 还得自己亲手组装 以上是常用的逆向思考模型 最后介绍一些逆向思考时的常见角度 我们可以从结构 功能 原理 方法等角度来进行逆向思考 把物理的结构反过来看就是结构逆向 把产品的功能反过来设计 有保温就有保冷 就是功能逆向 原理逆向思考则是把科的学原理反过来用 用电产生磁场 然后磁场移动物体 就是电动机 让移动物体产生磁场 磁场产生电 就有了发电机 转化逆向思考则将缺点转化为优点 化被动为主动 而不是攻克掉缺点或者掩盖掉缺点 今天逆向思考的相关知识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